阿丽雅阿姨 小光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阿公家 我要去 我要去 好久没有看到阿公了 我好想阿公跟阿嬷哦 你们好 请进 小光 这是来照顾阿公和阿嬷的阿丽雅阿姨 阿丽雅阿姨好 你好 你好 阿嬷 小光乖 又长高了 是小光来了吗 阿公 我好想你哦 阿公也想小光 请喝茶 你们晚上留下来吃饭吧 好啊 阿丽雅 晚上饭和菜多煮一点哦 好好 没问题 大家吃饭吧 阿丽雅的手艺很不错哦 哇 每一盘看起来都好好吃哦 阿公 阿公 阿公慢慢吃 阿丽雅 你也快来吃饭吧 哎 没关系啦 没关系啦 我先帮阿公擦身体 阿丽雅 阿丽雅 阿丽雅感觉很尽责呢 是啊 还好有阿丽雅 阿丽雅来台湾有三个月了吧 阿丽雅 会不会很想家啊 哎 当然想啊 阿丽雅说她很想念在印尼的家人和小孩 但是为了工作赚钱没办法 阿丽雅 真是了不起啊 嗯 印尼在哪里啊 很远吗 哇 好多资料哦 喂 有了 印尼为东南亚国家之一 由上万个岛屿组成 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 别称千岛之国 妈咪 快一点嘛 就在那边 快到了啦 好好好 好 妈咪 我跟你说 这边有卖很多阿丽雅阿姨家乡来的东西哦 可是东西这么多 不知道要选什么才好呗 没关系 就请老板帮我们挑选吧 好呗 妈咪 这里有好多外国人呢 对啊 他们大部分都是嫁到台湾 或者是跟阿丽雅阿姨一样来台湾工作的人 我觉得他们好勇敢哦 要是我才不敢离开家 跑到这么远又语言不通 生活习惯不一样的地方 小光这么有同理心真的很棒哦 因为要不是他们就没有人照顾阿公和阿嬷了 是啊 还有 当我们面对不同的文化生活习惯甚至宗教信仰等 也要学习尊重 与包容 就像阿丽雅阿姨因为信奉回教是不吃猪肉的 我们就应该要尊重她的选择 哇 我发现我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哦 所以啊 身为主人的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对待这些远来的客人 也学习不同国家的文化啊 还有 要谢谢阿丽雅阿姨帮我们把阿公阿嬷照顾得这么好 我知道 就像我们现在做的嘛 哈哈哈哈 阿嬷 阿丽雅阿姨咧 哦 在厨房里忙吧 阿丽雅阿姨 小光 你来啦 这些送给你吃 哦 这是什么 这是印尼的饼干 谢谢你照顾阿公和阿嬷 不会啦 阿公和阿嬷对我很好 阿丽雅阿姨 你吃一个看看嘛 好吃 好吃 你也吃一个 嗯 真的好好吃啊 嗯 真的很好吃啊 嗯 哈哈哈哈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周围有越来越多的新住民或者是从外地来工作的外国人 他们远离家书来到陌生又语言不通的地方一定会很害怕很不习惯 如果这时候我们可以伸出友谊之手主动表达善意 他们一定会觉得台湾是一个温暖又有人情味的好地方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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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mill融 嗯 嗯 嗯